我小时候就时常听人家讲买 BMW 的话 一定要买后轮驱动 然后一定要买直列六缸 如果讲今天 BMW 从后轮驱动变成了前轮驱动 从六缸直接变成了三缸 会不会有人买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呢 在去年 BMW 公布的数据里面 最好卖的车款是 320i 而排第二名的 就是我身后的这辆 218 Grand Coupe 那么这款车为什么那么好卖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辆车有什么特点 2 Series Grand Coupe 是 BMW 首次推出的车系 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 Mercedes-Benz 的 A-Class Sedan CLA-Class 还有 Audi 的 A3 Sedan 它跟他们一样都是采用前轮驱动的平台打造 就是因为 BMW 集团里面拥有 MINI 这个品牌 他们可以共享资源 这一台车的轴距是 2670mm 跟这个 MINI Clubman 跟 MINI Countryman 是一样的 可是因为它的车身长度超过 4500mm 然后它的车宽达到了 1800mm 所以呢它被定位为 C Segment 的 Sedan 而在高一级的三系列就是 D Segment 这款车主要的目的就是主打年轻化市场 而在马来西亚它是以 CKD 的方式贩售 只有一个引擎也就是 1.5 的 3 缸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观设计 基本上这款车采用了非常年轻化的设计 而且马来西亚版本还是直接拥有 M Sport 的空力套件 包括了前保险杆 然后这个轮圈都全部是 M Sport 的 至于在内装方面也是拥有 M Sport 的 Steering 而且它还采用了很多新的家族设计元素 就连新的三系列都没有 218i Grand Coupe 呢 拥有很多 BMW 家族元素 包括了这个全新的头灯组设计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线条呢 不再是 BMW 经典的天使眼 而是比较有棱角的设计风格 然后这边是日接行车灯跟方向灯联合在一起 如果当它亮起的话 整个视觉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然后雾灯座的部分同样的也是采用 LED 的设计 然后这边有非常大的 BMW 水箱护罩 整个车头看上去我个人觉得是霸气十足啦 加上我们今天试驾的这辆车是亮红色 所以开出去感觉就是非常的高调 而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 M Sport 的轮圈设计 这个五爪式的设计啊 看起来就真的是很运动化 它的尺码是 225 40 R 18 18 吋的轮圈看起来很霸气 但是有时候开起来真的会觉得弹跳了一点点啊 因为它真的是稍微薄了一点点 如果讲你今天是一个很喜欢驾驶感受的人的话 这辆车的操控表现你真的会很喜欢 但是如果你更在意的是均衡性的话 那么这辆车就会差一点点 这个等下我们试驾的时候会讲到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车尾的设计 因为原厂要把这辆车打造成这一个 Fast-speed 的设计风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C-Pillar 是这样子一个流线型的设计 然后到了车尾这边有稍稍的凸起来 变成了一个小牙尾 看起来这个车就很运动化 然后在这个尾灯组的设计 它不仅仅采用了这个 3D LED 光调的点缀 而且也是 BMW 全新的长条形设计风格 这个全新的尾灯设计风格 你可以再是 X4 然后 BMW iX 然后全新的 7 系列上面看到这样的设计风格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设计风格其实还是蛮好看的 你怎样看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补充一点 这边是一个钢琴黑的材质 它并不像一般的车采用这个镀铬材质 我觉得用钢琴黑座点缀的话 会让这个车的层次感更出来 OK 这边有个 Camera 然后你可以打开电磁发的开启 然后这边也有两个扶手 你可以拉这个扶手 给后面的一支刀瓶 你就可以摘更大样的物品 然后以一般的空间性来讲 这个尾箱空间窄了一点点 大家可以从画面看到它是窄了一点点 但是呢它的深度还蛮够的 然后平整性也还好 因为这两车实际上它的车身高度并不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车门的开口啊 其实还到我的膝盖而已 所以如果讲今天你要搬一个重物 上车的话 那么你可以很轻松的就把它放好 这个就是 Sedan 的优势所在 然后这两车呢实际上是没有配备备胎的 你打开了之后 下面还有一个还不错的置物空间 可能给你放一点你的鞋子啊 或者是可能你有时候去户外露营啊什么东西 你可以把那种帐篷比较小的东西折起来 塞在这边 同样的因为它并没有采用这一个备胎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一个轮胎呢 是施压虚宝胎来的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 Run Flat 最后 这辆车还有一个很实用 也很可爱的功能 就是 Walk Over Lock 我为大家示范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离开它一段距离之后 这个车就会自动上锁 虽然讲这个功能并不是一个 很新鲜的功能 很多车都已经有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能 其实在我们一般的使用上面啊 其实还是非常方便的 对不对 打开这个引擎盖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在片头讲的 这一个六缸变三缸的引擎 没有错啦 它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 1.5 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上面写着 Twin Power Turbo 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 Twin Turbo 它只是 Twin Scroll Turbo 双涡管涡轮 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38 HP 峰值扭力表现 220 Nm 匹配的是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而这款车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 前轮驱动的平台 跟 Mini 共享 所以它的轴距 跟很多的 Mini 车款一样都是 是 2670mm 然后接下来就要讲一点 关于这一个车 前轮驱动跟后轮驱动的差别 在 BMW 的后轮驱动车款上面呢 它基本上都是搭配 ZF 的 八速自排变速箱 不管是高功率版本还是低功率版本 它采用的变速箱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前轮驱动车款 包括 Mini 上面呢就不一样 如果是像马来西亚贩售的 像是这个 218i 或者是这个 X1 还有 X2 呢 它都是搭载这个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如果是到这个前轮驱动的性能版车款 或者是支援这个 4 轮驱动的车款呢 它才会采用这个 i 性的 8 速自排变速箱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这个引擎室其实基本上已经塞得非常非常满了 然后原厂还有设计一些拉杆 来提升车辆的操控保险 这辆车的操控其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这个等一下试驾的时候再讲 既然我们试了三缸车 我相信很多观众就要等到我们做一件事情 OK 现在引擎是启动的状况 我们放一下水 看它这个水瓶会不会倒 OK啦 抖是真的会抖啦 但是倒就不会 OK 接下来我们去一下 raff一下油门看它会不会倒 OK 大家可以听到声音 我是真的有去raff这个油门 结果它不会倒 好了 但是讲老实话一句 就算抖又怎样 这辆车还是卖的那么好 所以事实证明了 马来西亚消费者其实并没有那么care三缸 三缸又怎样 我们又不是没有开过三缸车对不对 所以呢 各位 抖音不要看太多 刚才我们看引擎呢 引擎确实有一点抖啦 这个不能够foreign 但是内装基本上不抖 同样的我们也用这一个来测试一下 OK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不抖 OK 现在我来rest 这个油门 内装也不抖 这个才是它厉害的地方 因为我们平常开车 在内装比较抖嘛 谁会去在意前面抖不抖 对不对 就像我说的 抖音不要看太多 OK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它的内装设计部分 或许可能这个是N Sport版本的关系 所以原厂被它配置了一个相对 Sporty 的 Exhaust 还是比较让你热血澎湃的 OK 在设计风格的部分呢 基本上它就是融合了 BMW 新一代跟旧一代的混合体啦 就是缝合怪啦 我可以这样讲 而且我们今天试驾是2021年的升级版本 所以它配备了这个大尺寸的 iDrive 7.0 的这个触屏足迹 然后这边也换成了数位化仪表 里面的图标跟全新的三系列很接近 在升级之前呢这个是半数位化仪表 还是有传统指针的 而且这两个萤幕在大太阳底下驾驶呢 都不会有这一个反光啊或者是模糊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N Sport 的 Steering 握感跟质感都非常出色 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音响快捷键 然后在这边呢这个大灯的控制面板呢 也变成了按钮式的更为方便使用 然后接下来中控台这边 其实这个中控台在这里呢 还有在门板的两侧都有氛围灯 而且它的氛围灯跟 BMW 的氛围灯其实不一样 它是那种网状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视觉效果会更出色 然后这边是两个的冷气出风口 然后这个冷气出风口的开关这个质感还不错 然后中间有一个screen 中间这个screen是显示冷气的风量 还有这个双区恒温公调的温度 一目了然我觉得很喜欢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老 BMW 的设计啦 虽然讲218i 是 BMW 最入门四门房车 可是基本上你触手可及的地方 都是软支塑胶 例如说这边你看 它软到这种程度 然后软的 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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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还有点类似 Carbon Fiber 的 Texture 你摸下去真的是有那种浮雕感的 然后加上这个冷气出风口的雾银 雾银旋钮 然后这个小screen 质感方面我个人觉得真的是很出色啦 只有在那小部分的地方 是硬的塑胶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再往下看 这边有很不错的这个置物空间 你看我可以放水杯 我可以放我的Smart Tag 我可以放我的锁匙 都很不错 然后这边有一个 12V 的电源供应 然后有一个普通的 USB-A 接口 然后往下看 这个是新式的小鸡腿 电子排档杆 然后 这边周围附近都有很多的功能按键 像是电子收刹车 Auto Hold 驾驶模式切换引擎启动键 还有这个 iDrive 7.0 的控制面板 在打开中央扶手过后 你可以发现这边还有个 Type-C 的 USB 插槽 这个前面的两个插槽 都可以直接让你连接手机去这个触屏主机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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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W 218i 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是要额外加权选购的 我们今天试驾的这辆车 就没有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所以我要想用手机看导航 用分头的咯 作为一辆比较强调运动化的车款呢 它这个前座的座椅的包覆性也不错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这一个 还不错的这个蝴蝶翼 基本上可以夹紧你的腰 然后这个头枕的柔软度也不错 而且它采用了这个透风的皮革设计 这边还有这个 BMW M 的经典三色 然后在椅垫的部分呢 它也支援了这一个可调整的椅垫 可以加长它的长度 如果讲你的脚像我一样长的话 你可以拉长这个椅垫 来给你的大腿有一个支撑 OK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后座的空间表现 老实讲 2670mm 的车距 后面的空间表现就不用太过 aspect 就你可以看到其实后座空间表现还是蛮小的 就我的身高大概是 180mm 我坐在后面基本上已经顶脚了 这个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然后我的头基本上也是顶车顶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空间表现还是蛮小的 不过比较好的地方是它有这个三角镜的设计 所以压迫感不会那么明显 然后这边有冷气出风口 然后下面这边还有两个 Type-C 的 USB 可以为你的手机进行充电 然后自然也少不了的它有这个 ISOFIX 可以让你放这个额泉安全椅 然后这边也有个中央扶手可以打开 这边也是有杯架 常规的设计啦 就是如果两个大人身高不是那么高的坐后面 这个舒适性应该是还不错的 另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其实除了后面两张座椅之外 前面这个 Fun Passenger 呢 它也是有 ISOFIX 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前面放 Baby Seat 那么 A-Bag 怎么样 其实一般上欧系车呢都会有这样子的设定 就是讲它的前座可以放儿童安全衣的 然后它的气囊是可以关闭的 你打开 Fun Passenger 的门 在 Dashboard 的方便 就有一个旋钮可以把它关闭 这个是一个小知识哦 这一个是为什么 218i 那么受欢迎的重点 无窗框的车门设计 尽量没有 Auto Window 不够不用紧 因为它没有窗框 所以我可以用手这样子开 是不是很帅 而且呢 你在关门的时候 你有发现吗 你开门 它会下来一点 你关门 它才会上回去 这样的设计就是因为怕你关门的时候 太用力敲爆这个玻璃 不过讲真的 很帅这个设计 我自己很喜欢 以前只有 CLA 有 现在 218i 都有哦 我觉得 B&W 218i 呢 还有一个在马来西亚很实用的功能 就是这个 Reversing Assistant 因为嘛 有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 难免会去到一些那种 比较狭窄的箱子里面 然后 当你去到前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诶 原来是死路来的 然后 我要 Reverse 怎么办 然后 又没有地方给你 3-point turn 那么 时候这个 Reversing Assistant 就很好用了 你只要打开 然后 你控制这个油门跟这个 Brake 就可以了 看到吗 它会自动系着刚才的路 然后 会打 Stairling 然后 帮你转回刚才的 Parking 里面 看到吗 这个不是 Auto Parking 它只是帮你记忆着刚才你走的路 然后 它可以帮你原路退回 你不用去管 Stairling 的 Angle 你只要去负责油门跟 Brake 就好了 是不是很实用 接下来 我就要讲这辆车的驾驶感受了 这辆车的驾驶感受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的 Hand Ring 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这样子讲吧 你可以把这辆车当作是四门版本的 Mini 就这样 这个操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 第一点就是这个中心很低很低很低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 Suspension 其实还蛮硬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为什么如果讲你今天是要找一辆家庭车 你可能不会喜欢它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驾驶的朋友的话 那么 这辆车你会非常的满意 我刚才其实是从这个 BMW Shiber Jaya 的这个 HQ 把它加回来 然后一路上我就已经很 Impressed 了这辆车 哇 它的 Hand Ring 表现真的是很好 当然 如果是一个老 BMW 迷 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后驱的 BMW 没有灵魂 但是这辆车我可以跟你讲 你既然用一个别的角度去看它的话 你其实会很满意的 因为它的操控表现 我觉得在这个 C Segment 的豪华德国房车里面 没有对手 它的这个方向盘的指向性是非常非常的灵敏 维持完全保持了这个 BMW 家族的特色 因为大家都知道 BMW 的方向盘反馈真的是非常的灵敏 这个基本上就是随传随到 你在弯道的时候 基本上你做一些反应 嗯 它就会有个即时反馈 所以你看我现在做一个稍微一个设行 你看看车头的摆动 基本上就是跟着我的 Steering 转那里 它就走那里 这个是 BMW 跟 MINI 的精髓载 我觉得 BMW 收购 MINI 是一个很对的决定 因为这两个品牌都是主打操控表现 而且现在这款车其实是 BMW 最入门的四门房车 但是它竟然也可以有那么出色的操控表现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让我满意的地方 但是相对的因为它的这个悬调很硬 所以就丧失了很多的舒适性 像我是从这个 Pujong 去 Puganjallu 的方向 这条路的路况其实没有到很美 可是如果见我是驾 A200 的话 A200 的悬调可以把这个碎震余震过滤到很干净 但是这一个 218i 就不行了 218i 给你的弹跳反馈其实还是蛮明显的 碎震很多 它基本上是吸收不到震动的 大家从这个画面的抖动感就可以看到 其实真的很多 但是有好就有坏就看你比较接受哪一个方面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操控表现给我是OK的 然后舒适性虽然损失了 但是也没有到让我不能够接受的地方 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 32 岁的 Uncle 了 其实我是会有一点在意舒适性的 但是这一次这个 218 硬归硬 但是没有到让我不舒服的程度 所以这个操控表现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可以跟你讲 250 千里面的车子操控表现 除了 Mini 应该没有人可以跟它比的 我们也就说320i 是超过250 千的啦 就250 千里面 没有一辆车的操控可以跟它比 除了 Mini 这个操控真的是很爽 尤其是刚才我在真的是过一个比较 小的这个 Route About 这个方向盘随传随到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OK 我现在讲完这个操控表现之后 我讲它的动力表现 1.5L 三缸 Turbo 138 HP 220 Nm 7 DCT 这个好不好 我先讲 GTT 这个 DCT 我个人觉得它的表现 好过 Volkswagen 的 DQ 200 跟 DQ 250 我们都知道嘛 大家讲到 DCT 一定会想到 FW 的 DSG 是神来的 没有错 FW 的 DSG 真的是神 只是这一次它遇到了一个更强的对手 就是 BMW 从以前我开 BMW 的 DCT 到现在 我都觉得这个 BMW 的 DCT 完全不输甚至强过 Volkswagen 的 DSG 这个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 首先我相信如果你是开新一代 Volkswagen 的朋友 你就会觉得这个 DSG 不像以前那么有冲进了 它其实还是比较偏向 柔畅性 顺畅性使用 它少掉了以前那个 DQ 200 跟 DQ 250 那种一冲就来的动力表现 可是现在在 BMW 的 DSG 上面 我找回了这样的感觉 这个 DSG 真的是让我太喜欢了 只是我要吐槽 218 的事 你是一辆 Sporty 的 Sedan 但是竟然没有配备这个换挡波片 你如果你要手动换挡的话 你只可以用这个鸡腿排挡杆推去旁边 上下换挡 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不方便啊 这个是这辆车一点小缺点 然后接下来就要讲这个动力表现 0-108.7 秒 其实不差 但是放在 Sport Sedan 上面 就只可以讲是中规中矩了 如果是讲 Daily Use 的话 这一个引擎问题不大 超车什么它的动力 基本上都是处在这个比较饱满的状况 我现在示范一下超车 前面车自信 我在普通模式下 Full Trotter 你可以看到加速10块的 但是 A200 的 1.3 Turbo 的冲力会比较够 这个就反而比较偏柔顺 毕竟马力摆在那里 就算 BMW 的这个神调教 让这个引擎跟马力结合之后 还是有 8.7 秒的加速 可是我觉得冲进还是少了一点点 如果是讲平常你开车 你很在意动力的话 这个 1.5 Turbo 可能会满足不了你 我是这样子觉得 给我的话 我对动力并不是一个需求太大的人 这辆车的动力表现给我是绝对是足够的啦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嘛 我只可以讲 你喜欢操控 它的操控一定可以满足你 动力我就不敢打包票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辆车的话 那么你就要去这个展示厅试一试车 不过听讲这辆车现在很厚啊 去年就卖了2000多辆 所以 Showroom 还有没有车给你试 这个我就不敢讲 不过必须讲 BMW 还是那个 BMW 他们这个百年造车经验累积起来的 这个 Experience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好像这辆车这样子 它整个 Powertrain 给我就非常的成熟 尤其是这个变速箱 我想要踩油的时候 一身踩油门 它就马上有一个换挡的动作给我 它知道我要在干什么 这一点啊 是我觉得它比 Volkswagen DSG 还要聪明的地方 因为它的换挡逻辑 比 DSG 更快更聪明 你真的要佩服 BMW 这个百年累积下来的经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这种经验啊 不是那种新创车期三四年就可以取代的 虽然我照现很多新创车期 抢到它们的技术很强 甚至超越了 BBAL 但是讲真的 你开过了 BBAL 的车 再去开回新创车期的车 你真的会觉得它们会有不一样 虽然讲老实话 我没有开过新创车期的车啦 但是 像 Tesla 这样子的车款 我还是开过的 他们争取跟 BMW 比 在这种机械反馈 然后动力配置的调教等等 就算是电动车都好 BMW 的电动车可能加速没有 Tesla 快 但是整体的它 Basic BMW 还是强过 Tesla 这个我敢打包票 因为我刚刚才叫完 BMW 的电动车 还有 Tesla OK 接下来我就讲这种车的安全配备 这种车的安全配备 在 2021 年升级的时候 其实它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提升 例如讲它加入了这个 Driving Assistance 系统 有几个先进的安全配备 例如说这一个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还有前方撞击一顶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不过还是没有 ACC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比较不满意的地方 如果讲安全配备的话 现在 A-Class DAN 跟这个 218i 基本上是不相上下 但是两个都没有 ACC 不过我必须讲 这一次身家的安全配备 除了车侧盲点侦测以外 其它的功能我个人觉得我是不太喜欢 尤其是像这一个 Lane Keeping Assist 车道偏移警示 我基本上一上车就关掉的 因为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的嘎叫 不过老实话这样子的价钱 可以有一个升级版本的配备 我觉得算是 BMW 的良心了 像这个 Screen 也升级 Meter 也升级 安全配备也升级 然后价钱好像只提升了一点点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至于你接不接受 那个就要看你个人的抉择怎样了 然后我就现在接下来我就讲我的总结了 如果讲单单是这辆车 我讲到操控表现的话 我会给到它8.5分的高分 我真的没有开玩笑 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好 就是以这个价位的车款来讲 它的操控表现真的是好 如果你要包括这个动力配置 舒适性 空间易用性等等 这一个 Overall 的平分 我大概会给到它7.5 然后 A200 我会给到7.8 A200 整体评分的分数会比这个高一点点 因为 A200 基本上还是有 顾虑到你日常使用的舒适性等等 如果你是以家庭使用为主的话 他们 A200 可能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单身人质 或者是你只有女朋友没有孩子 或者是你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的话 你想要一个比较出色的操控表现的车款 这个车还是可以给到你的 因为这辆车它的动力表现讲不上太好 可是也不会差 如果你是偶尔上下云顶什么 它是足够的 然后这个操控表现可以让你在云顶非常非常的Enjoy 而且我刚才讲的 它这个动力表现都是基于Comfort模式下的表现 如果你真的是缺混到这个Sport的话 这个引擎跟Adjust的声音真的会很强 然后这个动力也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它会比较responsive 就是你点油门的时候 它的动力的反应也会比较快 但是在这个模式的话也比较吃油啦 也老实话 然后这辆车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就是 市区驾驶的话它非常非常的灵活 非常非常的灵敏 也是一辆很好的City Car City Car 跟好 hand in 这两点就是让我很喜欢218i的原因 我也不怕跟各位老实讲 如果见我是有这个budget的人 我也是会选择218i多于A200 我驾驶的选择不代表是A200X 因为A200是比较一个全面均衡的车款 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一定的操控 跟市区驾驶的灵活性 所以我才选择218i 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在纠结A200跟218i 怎样选择的消费者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两款车你都去看一下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218i 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啦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B&W 218i Grand Coupe的四驾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继续做影片的动力 好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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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